香港新冠肺炎疫情嚴峻 近期出現大量感染源頭不明本地個案 為了儘快找到社區隱形患者 8月7日下午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宣布 在中央致援下 特區政府將為市民提供免費的 自願性普及病毒檢測服務 以更好地掌握社區感染情況 最快兩週後開展 既然是一個普及Universal 只要我們有檢測能力 願意做的自願性 願意做的市民 我們都會安排給他們做 這個規模就相當龐大了 可能是數以百萬計的香港市民 都希望能夠有這個病毒的檢測 為了令到我們更加好掌握 社區的感染情況 盡早去識別這些隱性的患者 也都等到市民自己安心 我們是很願意去啟動這個普及的社區檢測 因為現在我們有了中央的力量 我們現在估計兩個禮拜後就可以剪開 林鄭月娥談到 應特區政府請求 中央派遣內地核酸檢測支援隊和 內地方艙醫院支援隊 協助特區政府在短時間內加強病毒檢測能力 增加社區治療設施 在病毒檢測方面 香港將透過三間國家級檢測服務提供機構 擴大檢測能力 在社區治療設施方面 由港版方艙醫院支撐的 亞洲博覽館社區治療設施已投入使用 將近不增加於千個敷壓病床 同時 亞博覽館旁邊正在籌建一座臨時醫院 另一個或者可以叫做港版的火神山醫院 就是重新建的 我們找了一塊地 就在亞博覽館的旁邊 有一塊大概三萬二千平方米的土地 就在那裡希望能夠見一個臨時醫院 我們看到這個不是即時或一短期內的需要 是為了將來我們有更加好的能力 可以應對得如期內的疫情 林正宇的強調 中央高度重視香港疫情態勢 表示隨時都會應特區政府的請求 提供一切必要支援 希望香港社會在中央的權力支持下同心抗議 讓市民生活和經濟活動早日恢復如常